新視覺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Ada 越南萬聖發控股集團董事長 創辦人張美蘭被捕 越南公安部在當日的新聞發布會說 張美蘭被指控在2018至2019年期間 非法發行債券 在投資者手上籌集了幾萬億越南盾 大約是幾千萬美元 關於張美蘭詐騙行為的進一步調查還在進行 萬聖發集團涉及貿易、餐飲、酒店 以及房地產等諸多領域 越南最豪華的五星級酒店 溫沙酒店 就是萬聖發旗下的產業 2006年 該酒店曾經承辦APEC峰會 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 核心區的第一區最大行人專用區 遠慰大道的兩邊 有許多標誌性建築 例如聯合廣場 時代廣場 VTP寫字樓 德斯頓酒店等 都是萬聖發名下的財產 由於萬聖發沒有上市 所以張美蘭到底有多少錢 難以獲資 越南媒體叫張美蘭做億萬富翁 中文媒體就叫張美蘭做越南女首富 張美蘭家族是越南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張美蘭的手下高層之中 還有三名涉案人員一起被捕 其中之一是38歲的公司助理 阮方鴻 QK的是 阮方鴻在被捕後的10月9日死亡 官方並沒有透露他的死亡原因 萬聖發集團副總經理 宋氏清皇的丈夫 50歲的阮進青 是西貢商業銀行董事會成員 阮進青在10月6日死亡 官方也沒有透露死因 關於兩人死亡的消息 越南官方在報導幾個小時後 突然又刪除 這樣加重了公眾的聯想和猜測 一時之間全然四起 另外還有一個人死亡 據總部位於美國的越民媒體《越南人》報道 萬聖發的一家子公司董事長 48歲的范聖柏 在10月14日自殺失亡 本台在截稿前無法證實 這些死亡和上述欺詐醜聞是否有關聯 張美蘭被捕在越南掀起巨大風波 早在警方公布前 社交媒體就傳出有關他被捕的消息 以致越南全國的西貢商業銀行發生擠題 因為張美蘭和其企業被認為是該銀行的主要利益相關者 消息公布後 西貢商業銀行的股價更是一度下跌百分之二 越南國家銀行行長 袁士雄惟友出面表示 國家銀行已經採取必要措施 令西貢商業銀行正常運作 並且確保銀行資金周轉 包括西貢商業銀行在內的所有銀行存款 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國家擔保 袁士雄呼籲存戶保持冷靜 張美蘭被捕的消息 恐怕也會驚動越南以外的外國投資人士 5個月前 兩家海外巨頭 剛剛準備投資越南胡志明市的房地產項目 都是由張美蘭穿針人線的 根據《越南西貢市報》報導 4月13日 日本歐力士集團 香港長江實業集團 越南萬聖發集團 和胡志明市政府領導人合作 尋求在該市的投資機會 歐力士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最大公司之一 歐力士的資產總額910億美元 股權240億美元 管理的基金規模高達4,000億美元 而長江實業 就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誠創立 也擁有超過800億美元的資產 和超過500億美元的股權 兩家企業都表示 對胡志明市的投資非常有信心 將會很快投資 同時高度讚揚和萬聖發的合作 張美蘭也在會晤中發言 西貢時報說 這兩家公司 是越南領先的商業集團 萬聖發的合作夥伴 可以說 萬聖發是日本和香港兩大集團 進入胡志明市的重要橋樑 而這個重要橋樑的關鍵人物 現在突然被捕 背後兩大巨頭的投資 無疑會受到影響 越南房地產大亨 今年被捕的 還不止張美蘭一個人 在張美蘭之前 至少還有兩個案例 一個是新亡名集團董事長 刀英東 另一個是房地產開發商 FLC集團董事長 鄭文厥 4月5日 都應東以 詐騙財物的罪名被捕 和這件案有關的 還有6人同時被捕 根據《越南英文報章》 《越南新聞》報道 新亡名去年年底 以24萬5千億越南盾 大約是10億美元的天價 投得胡志明市的一幅地皮 是最初報價的8.3倍 相當於每平方米 24億3千萬越南盾 大約是10萬美元 這幅地因此成為 越南最貴的地皮而轟動 不過只在一個月後 都應東就找借口 但方便取消了這幅地皮的訂金 都應東和旗下集團的3家子公司 還先後發行了9次非法債券 總額高達10萬3千億越南盾 大約是4億1千萬美元 4月4日 越南國家證券委員會 以公佈資料和實際不符 隱藏發行資料為理由 取消了這9隻債券的發行 鄭文厥的被捕 發生於2022年3月 罪名是涉嫌操縱證券市場 越南官方傳媒《粵通社》指出 今年1月10日 鄭文厥出售了7,480萬股 FLC的股票 但卻未按規定 提前報告和通知 推動股市陷入混亂 越南國家證券委員會 於是立即封鎖鄭文厥的證券賬戶 同時要求 胡志明市證交所 取消有關的股票交易 8日後 SSC還對鄭文厥 判罰款15億越南盾 大約是65,600美元 新王明事件後 越南政府掀起了一場金融反富風暴 開始全面審查各債券發行企業 張美蘭在這背景下被捕 張美蘭是越南土生土長的第四代華人 組織中國廣東省散頭市 張美蘭家族在越南已經有過百年歷史 張美蘭的先生是香港地產商人朱立基 活躍於越南香港和中國大陸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 張美蘭曾經多次到中國 和中共一帶一路相關的企業 合談合作發展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本台記者 易凡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